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4年5月9日,星期四拍片,跟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子今天走勢,看見恒子今天是低開了,他低開了之後就跌穿昨天的低位,接著就開始拉陽軸 看看他現在走什麼浪 暫時看現貨圖,只知道這個浪還沒斷,有機會再破一下頂 因為始終他守住8MA,也未能夠說他是見頂 看見昨天是收了在5MA下面,但收在5MA下面也是收在快線下面,也未收在慢線下面 因為如果他要轉向,他應該會收在慢線下面,即是8MA下面 即是他想把這2MA做的死差,即是他想跌下去,這樣才會收在8MA下面,才會有這個走勢 但我看到他沒有問題,守住8MA,所以依然是有機會繼續破艇 而這裡跌下來也是一個調整浪的結構,看看Patreon分享圖 之前這個位置跌下去,有機會是一個WSY的調整浪,這個位置是W浪,接著這個S 接著就行了Y,Y分了ABC 昨天也說到Y是有時間上的限制 Y的時間上的限制是W浪和S浪當中最短的浪,在這個情況下是S浪最短的,12GB Y的時間上的限制是5倍,所以Y最多都是60GB 所以在這個位置做一個量度,60GB大概就在這個位置 所以在60GB之前就要完成,這個Y就要完成了,這樣 只要Y一完成,就有機會是 調整完,因為W,S,Y都出現了,有機會是 然後如果是5倍,100GB的時間上的限制是6倍,10GB就會有機會是 所以看到這個位置的歪浪最多最多都是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時間之後就不能再有低位,不然就會否定是一個歪浪 所以它的歪浪就會在這個時間之前完成 所以昨晚就做了一個歪浪的底 即是符合WXY的數法 既然它符合WXY的走勢 即是它現在也有很大的機會會升穿頂 走完WXY的線,就會走1,2,3,4,5,就升穿頂 這是主要的看法 那會不會有其他的可能呢? 我們先看看S浪 S浪和行尾這個浪比較 那看到它1比1的位置已經站穩了 那假如它是行一個S浪 那它也會升到1.618,應該是 那如果它在這個位置 如果它站穩,就應該是行1,2,3,4,5,1,2,3,4,5,就破壁 但如果它去到這個位置 18,670 如果它去到這個位置 站不穩的,轉向 那還有機會走一個S浪 那當然這個機會就應該會小一點 所以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位置也要留意 18,670 1.618 這個位置 就是用這個浪和前面這個S浪比較 暫時呢 暫時呢 暫時應該最少都可以去到 18,670 這些位置 應該最少都可以去到這些位置 因為它站穩到1比1的位置 那或者也可以量一下它 這裡上去這個浪 看看它是做成怎樣的 那看到它剛剛好去到1.618 那通常這些位置就是三浪的位置 那如果它連1.618都站穩 那大機會是三浪 那看到它暫時站不穩 就變成它有機會是三浪 或者是一個ABC 也有可能 兩者都有可能 那如果它是五浪結構 就應該會是 嗯 就應該會是 嗯 就應該會是 五浪 升穿個頂 即是它現在是走了1 2 3 4 即是它只要它再破這個頂 就應該是一個五浪結構 那 所以看看下午能不能夠再升穿 今天的高位 如果下午再升穿這個高位 那就應該是 五浪結構 那如果是走五浪結構 就應該是 可以是 可以是 升穿前面這個頂 那它暫時去到這些位置 那它暫時去到這些位置 對上那支BAR的最低位 那就有機會是轉差 可能還有一個Z浪 所以都要留意對上那支BAR 最低位有沒有收穿 所以 暫時 看到沒有 所以 都還是 比較大機會 應該會是 破 前面這個頂 那 要留意 破完這個頂之後 估計 估計是會有比較大的沽滑在上面 那又會下去 暫時是這樣估計 那因為今個月始終那個 阻力位方面 都會在 1852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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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18548才對 18548才對 18548 那 那 那 要再更正一下 應該是18583才對 18583 那 今個月的阻力位 就是18583以上 那 就算它再破了今個月頂 也好 它都趨向在今個月收市的時候 有機會落下這個比特以下 就算它今個月 譬如說 18800 18900 199 那 也好 它也有機會又再速回到18582以下 收市 有機會是這樣的 日線圖 暫時覺得 這個頂應該會再破 但是破完之後應該就會回下去 那 到時再觀察它究竟回的時候 是 什麼結構 那 那 才 還有到時的時間上是怎樣 才知道 究竟 這個高位後是一個Z浪 完了 只不過是一個Z浪 只不過是一個Z浪 只不過是 這個 到時再看 那 就看看 上陣指數的 走勢 那 那 由於 那個 橫子應該也還有高位 所以 上陣指數 看到也是 再破頂 那 昨天也沒有收到日線 5MA以下 所以 也沒有太差 那 那個 周線 那個 反彈的高位 有機會是 今個禮拜 至下個禮拜 出現 那 哪一日 就很難說 那 就 到時 應該會收在5MA下面 到時 如果 高位出現了 它應該會收在日線圖的5MA以下 有機會是這樣的 看 那 看看 標普500 那 看看標普500指數的日線圖 那 看到 昨天是有調整 但是 昨天就是收音速 但是 它也沒有說收在對上的GMA的最低位以下 所以 也沒有確認它是太差 都 還是有機會 再加上 導致 也沒有 升到70% 所以 應該那個 尾股 也還是有機會 繼續 做好 所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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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普 也有機會 再反彈高一點 那 它就純粹去到0.764的位置 那 就是有點阻力 但是 收市價 就不太差 有機會 有機會 可以上 看 看 看 立子的日線圖 看見 昨天收了音速 但是 它也沒有收在對上的GMA的最低位 以下 所以 也未必太差 有機會 繼續 破 前面的頂 都有機會 再看看道指,道指的表現比較好,道指是收羊竹,因為他落後於其他兩個指數,其他兩個指數反彈超過70%,但他還未足夠70%,道指是差一點,還未足夠70%,所以應該繼續向著70%的位置。 但當一過70%,三個指數都超過70%,就開始有點危機了,如果這個浪是失敗浪,他有機會在這些位置轉下去,都有兩個可能,就是這個浪失敗,轉下去,但如果這個浪不是失敗浪,他可以破前面的頂,再轉下去, 至少他現在就要去70%這些位置,道指,昨天收羊竹,所以都比較理好,看看黃金,看看黃金的日線圖, 看見他就還未有太大的陽竹出現,那就像是關於MA的,看到這條21和34MA,這個排列其實就不是太漂亮,這個排列就不是太漂亮, 但是他裡面的數量又好像是可以數到快速度上去,所以可能純粹就需要屈,等那些繩,等那些MA屈屈更漂亮,可能在這些位置就調整久一點而已。 看見到之前的看法,看見到之前的看法都是,這裡是走了,看一下,好像是這樣數的之前,這裡就設定了,這樣就完成了,這樣就完成了,那開始1,2, 1,2,2,3的準備,暫時還是這樣的看法,黃金是比較看好的,這裡就準備行三浪,這樣就完成了,看看可以量一下三浪有機會去到哪些位置, 看見到三浪有機會去到2392,2393或者是2446,這兩個都有機會的,2393比較普遍,1.618倍,345,1,2,3,4,5,破這個頂部,這樣就完成了, 看看原油的走勢,那看到原油的走勢,那看到原油就去到日線圖那條144MA以下,比較大支持,那有個反彈,那這個反彈呢,很難說是什麼狼,因為它這裡有權,日線圖這裡有權做了1,1,2,3,4,5, 它有權做了5個浪的下跌,那會不會就在對應這組浪的反彈呢,那才再落呢,那也不是說沒可能的,因為它日線那個MACD,看到它比較低,那可能需要在這些位置慢慢做反彈上去,那才再落呢, 看看它的反彈的反彈做成怎樣,那看到,那看到,數浪可以是這樣數,1,2,3,4,5, 1,2,3,4,5,是有權這樣數的,就是可以是這樣數的,那如果是這樣數的話,它現在走一個A,看到全部洋竹的A,到時又去到某些位置出音竹B,再出一個C,那才再落呢, 看到它這裡呢,都出了一個小事圖,1,2,3,4,5,這樣結構了,那應該是在走一個A,有個B,有個C,那就是說,那個原油就在做反彈的,這個反彈可能會比較大的,那應該對應之前那個跌浪的反彈,那應該對應之前那個跌浪的反彈吧,所以最少呢,都會去到20%,已經過了,已經過了, 0.236,就已經過了,看看有沒有站穩,那又沒有站穩的,如果站穩到,它的反彈應該,因為它剛剛裡面數了五浪結構,所以應該會走一個A,B,C,那似乎保守體,保守體有機會去到0.382那些位置,那就是說,現在的反彈,就有機會落一落再上去80.75那些位置, 看看到時受不受制,受制在80.75那些,如果沒有受制,可以去到81,差不多82那些位置,那就是50%那些位置,才再落,那所以呢,那個原油應該就是在做反彈的,那就看看,那看看, 那看看美元數字,看到4小時圖,它就去到4小時圖的55MA,就受制住了,那看到,那條藍色的MA在那裡,那它一直都站不穩的,那它又沒有說大跌的,那現在的看法呢,就是看它會不會是,看它走了什麼浪出來,那可以是這樣數的,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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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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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然後開始3,即是在這些位置,可能會這樣下下再上,或者會直接衝上去,兩個都有可能 只知道現在不應該收穿這些支持位以下,即是就算他回也好,他也不應該收穿在這個支持位以下 他應該就算去到這些位置,他也是跌一跌穿的上回去,所以這些支持位只要收到,應該都是比較看好的,那今天這條影片就拍到這裡了,喜歡可以給個like,還沒訂閱Youtube,歡迎分享給朋友觀看,也可以考慮加入Youtube會員或者Patreon會員,那我們明天再見,拜拜!